立委政天才5号在立法院提出草案 提议养父母其中一人是原住民 所收养的非原住民子女 就能取得原住民身份 但这项建议却受到其他立委质疑 认为开放幅度太大 可能造成法律漏洞 而台东卡拉鲁兰部落排湾族祈祷 杜东润也表示 收养子女在传统排湾族群经常发生 虽然是收养非原住民子女 但过程相当神圣 很神圣的事情不是说 哪一个孩子要给你就可以 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关系到他的领分 正是要把这个孩子迎来的时候 有很重要的一个仪式 给他后来拿到这个家里的时候 要有一个仪式 做他的孩子 不能讲再 之后不能讲收养 是他的孩子 竹人表示传统排湾族收养孩子 必须举办传统仪式 孩子经过祭司以及族人的祝福 并接受部落文化的熏陶 就能成为家族成员 并获得财产继承权 而专家学者也认为 各族群传统文化关系不同 收养非原住民子女身份认定 因纳入部落意见 取得这个个人身份法的话 它是个人权利 但是它背后还一个是属于民族的文化权那个问题 那属于民族文化权的话 我觉得要尊重原住民族的自治 所以每一个民族的惯喜不一样 所以应该依照他们的民族惯喜 由那个民族议会 或者是民族那个部落公法人 然后去处理说 按照他们的认定标准 来决定这个孩子算不算是部落的孩子 你要跟部落 跟家族那个族群 家族的人 你要非常非常的了解 你根本就没有在这边生长长大 以前头目有同意 司机长 巫师 家族所有的成员 都有经过很神圣的商量讲话之后 他们两夫妻有这种意愿 才开始有这种仪式 所以以前是比较神圣 现在你讲这样的话是有点当然 族人表示 非原住民子女原住民身份认定 因纳入族群或部落意见 严谨评估收养子女与族群的关系 避免造成身份认同的误解与伤害 原是新闻 本居家族的台东市采马报道